前几天一位粉丝给我留言 他说听了你小胡子的话 前天花四七万七提了奇瑞瑞虎酒市区版本 为何网上都喷这款车的不好呢 我现在有点怀疑是不是买错车了 这么说吧 瑞虎酒是同价位最优秀的一款车了 可以说 为什么优秀呢 发动机首先成熟稳定 是不是 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发动机变速箱 这款发动机在星图品牌上就已经验证过了 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你买这个四驱版本呢 它匹配的是爱新的8AT变速箱 也是奇瑞首持匹配的这个爱新8AT 以前都是上汽柳柔柔的七两四双离合 或者是格达拉克的七两四双离合 所以说这个爱新的8AT也没有任何问题能用住 本身这个奇瑞的发动机 油耗低动力竹 409G 261的马力 非常优秀 而且质保百万公里 全的发动机是国产里最优秀的发动机了 甚至比一些核子的都要好 变速箱没问题 那么悬挂四驱版本呢 它是匹配了悬挂软件调节的 速度更好 不仅如此 而且还匹配了一个电池感的群架 它能够增加轮胎与路面的接触 增加这个操控性安全性 还有这个稳重感 所以说你开最后九段时候 你即使是跑长途开到120公里时速的时候 仍然是视频把稳的 非常的稳 稍微击打方向盘 车的更生性是非常好的 轮胎的抓地性是特别优秀的 这就是来自于它的电池感旋架的一个功能 而且呢 这个车吧 隔音进行散热高速表现特别优秀的 要比同价位同级别的好很多 其实这个还好很多 用料非常好 配置方面 必须还带这个空档出门口 而且第二排还有座位调节 并且车机呢 使用的是一个高通815的一个芯片 这样的使用更顺畅 所以配置方面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空间各方面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第二排呢 座椅中间隆起也是非常小的 几乎是快持平的了啊 各方面都要掉打 你说这个价位17万48万 你跟同价位同级别的什么 容放啊 价位啊 发动机比你动力更足 变速箱也比你更好 行动这款更进也都比你更好 所以说啊 这个车子你就用吧 没有任何问题 这你说的 为什么网上都说这款车子不行 都是很多人他 黑齐瑞 知道吗 像以前啊 齐瑞学修的排队啊 来个送口溜 是不是 又袖穿了 不存在这个问题 他整个白车身使用了 西能式的龙式啊 西能若长 车身强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而且身的比例也非常大 前面的熊挂都是铝合金材质的 三个字是行的 是西能盒 车身的安全也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这款车子 你去对比同价位同级别的 你一开 是不是 你就知道他有多好了 是不是 并且有人说啊 新车上市 你得开几年才是咋个事 是确实是新车上市 但是人的发动机 没有任何问题 也能用着 变动箱也能用着 没问题 它的行锁质感也是非常好 所以说这个车子啊 你会越开越喜欢 你知道吗 你开了它 你再开同价位的时候 你就开不了 知道吗 没法比 那没有开过或买过 其实就会有的 车主或者小伙伴们 对我说的 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转发评论点赞 拜拜